这是一个价值千万的龙形雕像 下一秒他竟然在男孩手里动了起来 小尾巴一甩紧紧地缠住男孩的手指 随后变身成了一枚龙形戒指 他就是凯奇苦苦寻找千年的天选之子 小男孩也是有点懵圈 可对面的凯奇却是无比的激动 他告诉男孩他等着一天足足等了一千年 凯奇叮嘱男孩千万别碰这里的任何东西 说完他就走向了地下室 拿出他疯藏已久的魔法式手册 此时的男孩也没闲着 似乎感应到了戒指上的魔法 随手敲了几下 竟从墙里掉下来一个套娃 男孩拿起来一看 套娃突然裂开 无数个小墙喷涌而出 然后汇聚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叫小胡子的邪恶魔法师 他举起魔法棒 准备干掉眼前的男孩 好在凯奇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紧接着他蓄力魔法能量 准备发动致命一击 小胡子法杖轻松格挡 他操控火焰连续激发 瞬间火光充斥了整个房间 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 凯奇为了保护男孩 一晃十年过去了 长大后的男孩成了一名学者 他每天最有兴趣的事 就是追求自己心中的女神被骑 他的主动上前搭讪 成功获得了女神的好感 但他不知道的是 十年前的那个魔盒 突然发生一动 小胡子从黑雾中现身 当得知他是第一个出来的 就想摔死里面的凯奇 还好凯奇凭借敏捷的身手没有被摔死 随后小胡子找到男孩 逼问他套娃的下落 男孩一眼认出他就是当年的邪恶魔法师 趁着小胡子一个不注意撒腿就跑 而小胡子一点也不慌 看了一眼桌子上野狼的照片 竟然把照片里的野狼复活了 随后命令他们追击男孩 男孩慌乱之中跑到了地铁 脚一滑直接摔倒在地 三体野狼也是果断扑向男孩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扑到男孩身上的恶狼 居然变成了小奶狗 就在男孩一脸懵圈时 一只钢铁大雕从空中降落 原来是凯奇赶到了 凯奇用魔法控制住了小胡子 成功救走了男孩 随后降落在一处天台上 此时的小胡子并没有追赶两人 而是来到当年的古堡门口 使用了魔法看到套娃是被一个老人捡走 瞬间就把目标锁定在唐人街 凯奇二人也住一步远处 感应到那是套娃发出的信号 很快两人就赶到了唐人街 顺利找到了当年捡到套娃的老人 结果两人没聊两句 凯奇竟然对老人大大出手 原来老人是小胡子变的 小胡子事先赶到 还释放出了套娃内的第二个邪恶魔法师 感谢观看